3.5.5.3 甘式分底的浴室通常会有淋浴拉门 那长期使用下来之后 你会发现上面的水垢真的是多到像打马赛克一样 不管是你拿洗衣刷 菜瓜布 或者是钢刷 都刷不掉 诶 等一下 不要再那么多时间刷了 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 去处水垢完全不用刷 千万不要错过这一集的完整介绍哦 哈喽 今天你好吗 我是佐伦直士 让我来帮助你整理收纳和清洗 别让周遭的环境打扰你内心的平静 今天需要的材料有 温水 抹布 水墙 砂布 柠檬酸 保鲜膜 在影片开始之前 别忘了先订阅 按赞和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哦 前置作业 观察水垢 先给大家看一下 淋浴拿满的透明玻璃这里 可以看到一点一点白白的这些 就是水垢 那来问大家一下 水垢本身是碱性还是酸性的呢 很好 它就是碱性的 所以应该派谁来对付它呢 没错 就是柠檬酸 那我们现在赶快来试试看吧 第一步 调制免刷洗结构水 一开始先告诉大家 调制的关键比例为 柠檬酸40克 温水200cc 接着倒入温水200cc 稍微搅拌一下 让它均匀溶解 稍微搅拌一下 让它均匀溶解 这样子就已经调制好 免刷洗结构水了 第二步 帮水垢敷上面膜 好 一开始先把沙布拿出来 然后呢 放在这个透明玻璃上面 接着把调制好的 免刷洗结构水 拿出来 喷死它 接着拿出来 喷死它 接着拿出我们的秘密武器 保鲜膜 可以在它的表面 再加上一层保鲜膜 就可以预防水分流失 待会清洁效果会更好 那记得帮大家一下 全保保鲜膜和沙布 也是之前师傅贴的 第三步 等待30分钟 接下来我们要等待30分钟 如果是成年的水垢 那建议你等待3到6个小时 这里跟大家聊一下 为什么今天使用沙布来示范呢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 师傅的位置 因为今天师傅在玻璃拉门上 它是属于立面的 那你需要不断的去抚平它 假如用的是卫生纸的话 在抚平的时候 很容易它就会破掉 第二个 可重复使用 你知道吗 具体过年呢 倒数剩下3周左右了 家里一定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打扫 那只要把沙布清洗干净以后 就可以重复用来打扫其他地方哦 第四步 清洗干净 好 现在时间到了 先移除保鲜膜 那这里要提醒大家哦 沙布要拿下来之前 再用它把玻璃擦一下 因为软化下来的水垢或者是皂垢 可能都还停留在表面上 记得我们就这样擦一擦 把这些讨厌的水垢和皂垢 通通太紧它 如果家中水垢不严重的 可以不要等待30分钟 直接把碾刷系结构水喷上去 然后用沙布或抹锅来擦拭 就可以了 那我们另外这一点也顺便把它擦一下 接着可以直接用水把它冲洗干净 或者是拿湿抹布把它擦拭干净 都可以 那我这里就用抹布来示范给大家看 左边是清洗之前的样子 右边是清洗后的样子 让我们一起找回家的感觉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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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